2月27日 柳志敏李仔绪恋情曝光 南方承认恋情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据悉两人都很忙 柳志敏要准备新专辑 李仔绪要拍摄电视剧 但他们都会在空闲时找机会见面 约会地点主要是李仔绪的住所 因为柳志敏平时住在宿舍 不方便 有目击者透露 两人曾经在夜晚的公园里牵手散步 看起来很恩爱 知情人士还透露 两人是在时装周上一见倾心 很快就坠入爱河 这让很多人感到惊讶 也有人觉得太戏剧化了 不敢相信这样的一见钟情 两人的恋情一经曝光 就引起了轩人大波 很多粉丝纷纷向两人的经纪公司求证真相 李仔绪的经纪公司最初回应说 两人并没有一起去米兰 只是偶然坐在一起 这让粉丝感到困惑 觉得公司在回避问题 回答不清不楚 在粉丝的追问下 公司又改口说 两人是在互相了解的阶段 柳志敏的经纪公司也随后发表了同样的声明 趁两人正在相处中 李方的粉丝更是气愤 认为他在事业上升级 不该谈恋爱 对此你怎么看呢